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也有提到 乃清德在就职演说里面 特别有一段在最后的部分 民主力量团结所有国人壮大国家 我简单说 当年毛泽东大致报时 要团结 不要搞分裂 要光明正大 不要搞阴谋 要团结 不要搞分裂 但在台湾 这个所谓颜色思想 你一天不平气这个颜色思想 现在就是黄蓝白 现在叫做蓝绿白 在台湾 中华民国的立法院 这些立法委员是有立法权的 他们可以提案 有人联署可以提法案 这次在立法院的选举结束之后 国民党有54席 民众党有8席 加上62席 一个半数 民进党只有51席 这个叫潮小野大的国民 执政党是民进党 因为总统是你 组织政府是你 但是国会在野党是最大的党 在上个星期 民众党和国民党 他们联合大家已经通过的 所谓国会改革的方案 要表决 民进党作为执政党 他是扮演过去做在野党的时候 在立法院暴力冲击的角色 打人 其中一个钟佳斌 抱着国民党一位女士 镜头很清楚 抱着他的屁股 镜头很清楚 拉他下来 那个叫钟佳斌 多无耻 全世界看到这些画面 喂 你做在野党的时候 因为你是少数国民党一党独大 你要制衡他 于是你用肢体冲突 就是暴力冲突 你民进党做最多的了 是不是 在陈水片时代也是少数党 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那八年马英九 你也是少数党 是不是 于是你在立法院就做这些东西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你想想你现在在执政党政府是你做这些东西 四个字 输打赢要 这个党已经败坏到一个这样的程度 过去那八年 完全执政立法院是最大的 所有的法案全部可以通过的 你在野党 国民党你只有那三十多席 你没有负 又不敢和他冲击 他说他多无耻 你过去民进党是建立法院那种打出来的 是不是 2014年 煽动学生占据立法院 又是你 太阳化 现在太阳化的领袖全部高官厚禄 其中一个叫林非凡 现在做国安会的副秘书长 之前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整班这些所谓学民领袖全部都走了 这个我也不奇怪 所有学民领袖都是这样的 当他有官做的时候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宿命 除非你就隐居去做其他东西 从政就一定要依靠政党 是不是 竟然去找些群众 找些学生在门口示威 屌你什么 人家在野党提供一个国会改革方案 去扩大国会议员的权力 你说这个政党有多无耻 但是你搞不出像太阳花那样 你应该打开道门 你民进党被人进去 陈淑庄那些人都进去 李惠宁那时候 在2014年的时候 都又去立法院了 没有被人抓 没有 那时候是国民党执政 是不是 这个就是事实了 你现在民进党执政 你去搞别人在野党的国会改革方案 不让别人表决 你用暴力 是不是 有人被你打穿的头 又有什么都有 接着门口还要找一群学生 假装想冲进去 又不敢让他们冲进去 是无耻到极的 这个民进党 我又告诉你 国民党真的没有用 是不是 你人多他打齿他 反正也是 多荒谬 这什么民主国家 当然是 过去威权时代 你朱高正 跳上桌子 只担着立法院院长 毅民 叫我屌你 真的这样 我跟着你 是不是 很威 那时候你只有十个八个 立法委员而已 就是等于我们在香港立法会 搞 你们全部去建制派 多数 我不敢跳上桌子 我怎么跟你搞 是不是 大家都理解 就是这样 小数 你又去曝光 现在你完全执政 只不过上一届 输了的席位 你没办法成为 最大党 你就搞够人 因为输打赢 这些 这个民进党 你告诉我 然后你赖清德金 大大声 我们要团结 不如搞分裂 你想想明天 明天 我现在告诉大家 5月21日 礼拜二 台湾的立法院 又要表决这个 国会改革方案 那你是不是冲进去 我告诉你 你民进党 够胆的 明天就叫你学生冲进去 你现在反对 最好笑的是 在野党是监督执政党 你现在是扑一些学生 你怎么走进去立法院 去反对在野党 你是不是很吵 你们说真的 在野党有什么权力 你们说 所以这个政府 不堪到极 所以台湾人民 真的祝你好运 为什么你这次得四成选票 这次会 对不对 蔡英文因为有反送中运动 屌你八百万票 你现在得到的 屌你五百万票 还未知醒 你说赖清德这样就说团结 那明天那帮契弟又冲进去立法院搞事 那就不关事 什么不关事 赖清德是民进党的主席来的 你如果要和谐 要说团结 你就赖清德你有责任 你要拿一个命令 你是主席 立法院的民进党党团 不可以用暴力去阻碍这个议事 人家是按照议事规则 那些法例要拿出来 屌你 就是三读表决通过 你就去屌你 撲到女议员身上 去打那些男议员 几乱离谱 你是执政党 你是在野党 因为我执政党 你权力太大 我制衡不理不住 我用暴力冲突 那还有得说 不是凌凶的大佬 我告诉你 是凌凶的大佬 没有人得救 我告诉你 这是政府 那你怎麽跟共產黨訓練,你怎麽團結一次面對這個瘋狂極惡的共產黨 好,今天講到這裏,記得交台費,拜拜